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这个Microsoft的Word跟PowerPoint 其实我没有要教什么东西 我相信这一部分是我很不担心大家会学不会这个东西 我不担心大家不会用这两个东西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它其实太容易学了 所以它事实上有一些好的功能大家会忽略了 那么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又因为它太好学了 或者是太方便用了 以至于就产生滥用的现象 那这个 我先说这个 你们会忽略什么呢 你们很可能会忽略这个Microsoft Word 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排版的style 大家在用Word的排版的时候 可能都是用感觉 什么叫用感觉呢 就是说第一列跟第二列要差多远 你用眼睛看一看 你觉得它太远了 你就把它调近一点 你觉得太近就把它拉远一点 然后这一列字太宽了 你把它变窄一点 太窄了你把它变宽一点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排版的规则 你都评感觉 如果你排版一个只有一页 或者最多只有五页的一篇小报告的话 评感觉倒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 就是我刚刚前头说的 你要排版一本书的话 你最好不要评感觉 譬如说这一本书的标头 就是chapter的标题 要用多大的字 那么这个字跟下面第一列文字 要隔多远 然后还有一些 也许小部分的这个美工 或者排版的设计要怎么做 这些东西都最好不要评感觉 而是能够用精确的数字 把它定义下来 比如说要用什么字型 要用几号字 这一号字要从 哪一个固定的位置开始打字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style里面 好像是翻译做样式的样子 那么如果你要用word 来写一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或者更厚的这个 专门的技术文件或是书籍 那我相信word 它并不是没有这些功能 而是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这个功能 那么就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那在我们的 线上教材呢 我们那位助教也有帮我们写出来 好那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word有一些好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摒弃一个 凭感觉来排版的一个坏习惯 好 也不能说坏习惯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处理一份大的书籍 大型的文件的话 就不要凭感觉来做 你就要定义各式各样的这个style 然后如果有一天 你后悔了这个style的话 那么你回去修改这个style 只要修改一个地方 那么整本书 或是整篇报告呢 它的排版的风格 就会完全改过来 那第二我要说 我担心的这个滥用这一部分 为什么我担心滥用呢 因为我确实看到太多的滥用 譬如说中央大学的这个秘书小姐 他们经常寄email给我 那个email里面呢 只不过是要告诉我一件事 提醒我说 几月几号星期几几点钟 要到哪里开会 不要忘记了 或者要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该交成绩了 你的成绩已经 慢了两个礼拜了 这样不好 这些简单的事情呢 你用email告诉我就可以了 那email里面的这个文字 就是内容部分 写在里面给我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 他们就经常要把这几个简单的字 写在word的档案里面 然后假档案给我 那这有什么麻烦呢 刚才前一节 大家同学已经看到 word的档案很大 那里面说不定只写了十个字 那么三维章 你应该要交期末作业了 那这十个字却用了 两k 对不对 两千个by的传给我 这第一 它是浪费我的磁碟空间 浪费网络资源 第二麻烦的是 大家也都知道 word常常夹了病毒 一不小心就要害人中毒 这是让大家都没有效率 第三呢 那里面十几个字 我如果看信的时候 立刻看到那个内容 我立刻就get a message 我就得到讯息 然后我就可以做点什么事了 但是现在不要 我还要点两下 然后等个差不多五秒钟 然后word打开 然后我看到那十个字 然后再把word关掉 大家有没有觉得 不只是浪费磁碟空间 网络的资源 事实上也浪费了我的时间 我相信也浪费了那位秘书的时间 他只要在email里面 打几个字的时间 他要打开word 然后要排版 还要换个字型 说不定 然后再存档给我 像这样的这个 有趣的例子 其实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说个故事好了 两年前 中华民国数学学会 每年都开示数学年会 那一年主持年会的是 一位 所以我不要说谁好了 别的学校 不是中央大学的一位 数学年轻的数学老师 那他就寄给我们 用word的档案 寄给我们这个 开会的 开数学年会的通知 那么我当场收到 就没有打开 我就立刻回了一封信 给他说 我就好心跟他说 这种简单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这种简单的事情 只不过是个开会通知 你就写email里面的文字 给我们就好了 不要夹word 结果我把信写过去以后 过了两个小时 他寄来一封信 那也不是寄给我 寄给所有的数学家了 全台湾三百多个人 说不要开早上那一封word 他有病毒 那据我知道 我隔壁的同事 他已经中毒了 当然同学都会说 我为什么不装防毒软体 我想你也知道 我们的电脑 如果不是一天到晚 在网路上的话 你装防毒软体 也不见得每一次都零的 我想这是跟个人经验 生活的这个习惯 或经验有关 防毒软体并不是永远零的 永远可靠的 最基本的就是 你不需要滥用像word 像powerpoint 你不需要滥用像这样的软体 如果你只是寄一个 简短的信息给别人的话 你就用简短的email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word呢 我还有那么一点感想 我觉得一个软体 它到达这个独占的 垄断的程度的时候呢 其实对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影响 那么当然 其实我个人也在用word 我觉得word也蛮好用的 而且我觉得Microsoft的公司 给大家的服务也都不错 但是我仍然在书上呢 写了两点 请大家自己看好了 因为我想也不用 花时间在这边说 好就是请大家自己看看 我觉得这两点呢 是许多这个 开放软体的人啊 或者是反垄断的人呢 他们会提出来的 两个主要的诉求 两个主要的理由 那么给读者做个参考 那有关word的 就是微软公司跟apple公司 在word的这件 这个软体上面 有一个很精彩的历史 有一个很精彩的过去 甚至于被好莱坞 还拍成了电影 这个精彩的过去呢 这也是大家可以 在书上面看到一点点叙述 然后在扩编教材里面 我打算 就我所知的这个 把这一段 这个科技发展史里面的 一段有趣的 怎么说 这个法律事件 应该算是个法律事件 或者一种八卦 我们可以写在 扩编教材里面 好但是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